快速道路火烧车 消防队员赶往灭火 大火烧了车子 还燃烧边坡 火烧车发生在中午左右 起火的是在神轿的大火车 车上是一家四口 爸爸是34岁的微信男子 载着太太和9岁10岁的儿子 四个人自行脱困 但是都受伤了 妈妈拿着瓶装矿泉水 帮孩子降温 还有一名男童可能是又怕又累 趴在地上 降驶是新北市人 载着是经商团的物品 车上有神轿 一次还有少量的爆竹烟火 这辆行经抬78线土库路段 后方车斗起火引发火烧车 神轿烧到只剩下底座 旁边看得到鞭炮的碎屑 为了抢救火烧车 后方一度回堵了五公里 一家四口都受伤 爸爸最严重 全身百分之三四十烧烫伤 两名男童分别也有百分之八百分之十的烧烫伤 妈妈则是手脚擦错伤 至于车斗上为何起火 可能有火花引发爆竹烧了起来 相信原因有待调查鉴定 TBS新闻张崇敏无熟评 云林报道 想看最完整的新闻内容 记得下载TVBS新闻网APP